是荷蘭人 那因為這個城堡在新建之前 有一個人新來了 應該是說一個國家的人 叫做西班牙 西班牙這個地方 但是西班牙不是猴頭髮 西班牙 西班牙長的是這樣子的 長這樣子 你有沒有發現 他們有什麼不同 頭髮不同 眼珠子不一樣 所以南歐地區 這邊是北 這邊是南 這邊是西 這邊是東歐 所以在希臘 意大利 西班牙 葡萄牙 這幾個國家的人民 他們都是黑頭髮 黑眼珠 所以淡水這邊 最早來淡水的外國人 是誰呢 是西班牙人 但我當然會 我今天最主要目的 想要告訴你 為什麼外國人 會來這邊蓋城堡 那為什麼又是 這幾個國家的人 所以待會會跟你說 慢慢的 因為他來這邊倉促蓋的 那蓋了這個木頭城堡以後 他蓋了蓋了發現 這邊不適合住 他離開了 他離開之後 荷蘭人啊 才過來 那所以當地這邊有原住民啊 我們有沒有念書念到 以前有平浦族 凱達格蘭部落 在這邊 所以當地的原住民說 有一些來個黑頭髮的外國人 他走了 換了一個紅頭髮的人來蓋 而且從木頭的城堡 變成了石頭城堡 所以是紅頭髮的人蓋的 所以我們叫紅毛城 但是問題來囉 是不是只有荷蘭人是紅毛 不是喔 我好高興 如果能這樣子的話 恭喜你們快畢業了 好 OK 首先 我來跟你說這件事情 因為剛才我有點差題了 來 找義大利在哪裡 哪一個 對啊 這個上面有義大利 我剛才是透露給你囉 像個半島一樣 然後它的有鞋跟跟鞋尖 這裡啦 這裡啦 你慢慢討論 不是 欸 姐姐厲害 沒錯 沒錯 我告訴你喔 這是700年前阿拉伯人化的世界地圖 世界 來 我用這個給你看 你看喔 它的世界 這個是義大利 在這邊 我這樣勾給你看喔 這個就是地中海 在這裡 這個阿拉伯半島在這裡 他們那時候知道了 有亞洲 但是你看 它畫的亞洲多奇怪 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的人們 他們只知道利用陸路 有沒有聽過思路 到達亞洲去 所以以前歐洲人跟亞洲 是用這條思路 好幾條路 連結東七方 所以我們 我們的中國的絲綢啦 還有那個瓷器啊 送到這邊了 好了 重點來了 我為什麼要給你看這個古地圖呢 因為 你生活的越近的地方 你畫的越仔細 越遠的地方 聽聽喔 以前是有這樣國家的 但是隨便亂畫 好了 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現在